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法国总统奥朗德称这是史无前例的恐怖袭击 并在当天宣布法国进入紧急状态 关闭边境 这一夜法国巴黎笼罩在恐慌和悲伤当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着事件的进展 更多关于恐怖分子的细节浮出水面 初步调查结果显示 很有可能有三对恐怖分子协同合作实施了袭击 七名恐怖分子使用了AK-47突击步枪和相同的爆炸装置 并配置了一种极不稳定的伤炸药 PATP 意图使受害者人数最大化 袭击发生以后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发布信息宣布对此次袭击负责 法国警方在一名自杀式爆炸袭击者的尸体旁发现了一本叙利亚护照 信息显示 护照持有者一个月前刚刚从希腊边境进入欧洲 也就是说 这位袭击者可能是随着叙利亚难民潮涌入欧洲的时候得以进入法国 英国广播公司曾在今年9月刊文警告称 约有4000名伊斯兰国组织成员借助叙利亚难民危机进入欧洲 尽管难民们在入境时都需要登记注册 但护照与本人身份不符的可能性使得安全性变得很低 英国卫报报道称 根据警方调查 此次袭击的袭击者中有三名来自比利时 比利时警方14号逮捕了可能同这次攻击行动有牵连的另外三名男子 另外 比利时司法部的一位发言人说 警方在法国巴黎发生恐怖攻击的巴塔克兰音乐厅附近 发现一辆挂有比利时牌照的汽车 这些线索显示出 比利时很有可能是这次袭击的侧原地 法国总统奥朗德11月14号也在讲话中称 袭击是由获得了内部帮助的伊斯兰国组织实施的 根据巴黎检方的报告看 目前已经确认至少有一名袭击者是法国人 这名法国人今年30岁 居住在距离巴黎南部30英里的城郊 此人曾多次触犯刑事案件 并于2010年被定性为伊斯兰极端分子 但因罪责轻微而从未服刑 据英国卫报消息 另一名国籍未明的袭击者也是已经在法国警方挂上号很久的极端分子 这次爆恐袭击中有熟悉巴黎地形的本国人参与 也是造成重大伤亡的一大原因 好 那么看完短片马上来连线反恐问题专家岳刚先生 以及本台特约评论员英刚先生 先请教岳刚先生 那么我们说从第一起爆炸发生开始 在持续的三个小时里面 恐怖分子一共是发起了七起爆炸和枪击的事件 应该来说这是一个谋划稠密的这么一个行动 为什么恐怖分子可以得逞 从恐怖袭击方面 一个是他们周密组织 事先他们踩了点 选择了周末松懈的时候 选择了人们休闲放松地方 第二个是恐怖成员 他们的组合非常强悍 既有法国本地的里营外合 又有外面从叙利亚战场上经过战火锤炼的凶悍成员 第三个他同时发起攻击 他的成员面具都不戴 就暴定一死的信念了 所以说在极短的时间内他能杀害大量的无辜生命 另外防护这方面他的失误一个就是他监控不利 我们知道对恐怖分子 你要知道谁是恐怖分子 他想干什么 这样子要对他监控他的手机互联网这些必不可少 所以警方出台以后监控的措施严格了 但是法国民众有些抵触情绪 认为会侵犯他们的隐私不自由 所以说这样的话是监控很难以到位 再一个原因是对枪支爆炸品管控不利 第三个在防护方面警方的警力很薄弱 一个是他人员少 法国警力他的比例在欧洲主要国家里面他很低 另外他反恐一线也好 反恐专业队伍他力量很薄弱 银刚先生 那么在这起袭击的背后恐怖分子他们的诉求是什么 一般来讲恐怖分子发动超恐怖心 他总会有些口实 而且大致签定一个袭击范围 比如它是在法国发生在法国 而不是发生在其他国家 就是说明了他这次袭击是针对法国的 而所有的法国人是都在袭击的范围之内 所谓恐怖主义就是说他的目标不是有确定性的 不是说是一般意义这样的复仇的这种仇杀或者是血拼 恐怖主义就是要在一定的范围内造成巨大的社会恐慌了 宣示自己的威力 宣扬自己的主张 岳先生 那么您分析在这一次巴黎的恐怖袭击事件以后 未来世界的反恐局势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我认为这一次震惊的世界 它可能会从911以后国际反恐第二次的联合 而这次联合可能比上一次的911联合的范围更广 要更深 911当时联合的时候 主要是防范它的截击和撞击目标 那么这次巴黎这个事件就可以说 它的方式简便一行 AKS-7一操手段一别 自杀背筋一绑 冲出去就可以干了 可以说它是一个简便异形 容易克隆的袭击方式 伊斯兰国的策划能力和恐怖攻击能力 它可以说已经远远超过了基地组织了 基地组织它还是在组织的这么一个层级上 伊斯兰国它实际上已经从组织 它要升到所谓的国家层面了 它攻击的范围比基地组织要宽泛的多 伊斯兰国它攻击的只要是跟我宗教不同 甚至宗教教派不同 全是我攻击的对象 全是我胜战的目标 所以说会促使更多的国家真正的联手 要铲除恶魔 伊先生 那么现在法国警方是发现其中一名袭击者 是持有叙利亚的护照 是通过希腊跟随难民潮进入欧洲的 您分析从这个情况来看 有没有可能这个事件已经是提 其实是一个月之前就已经策划好的 这个说明了 首先说明了 这次难民潮当中裹挟着大量的恐怖分子 或者是潜在的恐怖分子 或者是伊斯兰国的同情者 甚至有领受任务 故意随难民潜入的 实施具体恐怖活动的 这样的伊斯兰国的作战人员 具体策划的时间 我觉得策划这样一场行动 可能用不了一个月的时间 因为他们在欧洲各地 都可以找到合适的行凶者 找到合适的侧应的人和侧应的地点 因为在欧洲 整个欧洲来讲 那次中东的移民和他们的移民 后裔已经超过了两千万 另一方面就是 法国当然也是积极的反恐的 但是法国的新的反恐法 并没有获得通过 法国的社会环境 文化环境的这种宽松多元 对个人隐私的保护 限制了法国的情报机构 的征听活动 由于保护公民隐私的需要 所以也事实上 把恐怖分子 要发动袭击的这种情报 这个动态也都保护了起来 这是需要整个欧洲社会 深刻反思的 就在全世界的人们都在为巴黎 感到悲痛和祈祷的时候 诸多的疑问也一一的浮现 在查理周刊 袭击案仅仅过去十个月之后 为什么受伤的又是法国 恐袭事件之后 欧洲的移民和边境管理政策 会不会发生改变呢 最近一年 恐怖袭击这个字眼 对法国人来说 已经是个高频词 1月 法国查理周刊 杂志社办公室 遭到恐怖袭击 造成17人死亡 此后 法国恐怖袭击警报不断 6月 至少一名袭击者 驾车闯入法国东部 伊泽尔省北部一座工厂 冲撞厂区内的多个煤气瓶 引发爆炸和大火 导致一死两伤 同时 工厂附近发现一具 被斩首的尸体 也令这场袭击 与恐怖袭击挂钩 8月 一列由荷兰开往法国的 国际列车上 发生未遂恐怖袭击事件 几名度假的美国大兵 制服了持枪的嫌疑人 从而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 人们不禁要问 恐怖袭击为什么在法国接连发生 在这次巴黎恐袭事件中 据目击者称 有袭击者高喊宗教口号 其中一人 还提到法国在叙利亚展开的军事行动 在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问题上 法国总统奥朗德显得极为强硬 甚至超过了美国的铁杆盟友英国 就在9月底 法国总统府办公室发表声明证实 法国空军首次对叙利亚境内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实施空袭 以回应法国受到恐怖分子威胁 这不免令人想到 高调打击伊斯兰国 法国政府是否正式为此 遭致恐怖袭击者的报复 法国打击伊斯兰国 是它的直接原因 当然深层次的原因 也包括法国和伊斯兰社会的关系 自从萨克齐公统上一来 就开始人格化 而且法国多次武力 介入了阿拉伯国家 和伊斯兰国家的内部事务 比如说武力推翻 卡德菲政府第一个承认叙利亚反对派 要求阿萨特政府下台 这是一个深层次的原因 而另一方面 西班牙国家报13号报道 法国是受圣战者威胁最多的西方国家 法国当局曾有报告估算 3000名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欧洲圣战士当中 至少有1430人来自法国 其中又有至少200多人回到法国 毋庸置疑 法国是欧洲伊斯兰圣战士分布最密集的国家 除了圣战士回流问题外 法国还拥有全欧洲最大的穆斯林族群 法国6500万总人口 穆斯林族群的人口占到了500万 传统上法国一直是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来接受来自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文化和移民 但穆斯林在法国的政治生活中仍然身处边缘 在职场上普遍受到习使 他们很多 有相当一部分 他们是生活的社会的底层 这确实是为 这个极端的 伊斯兰势力 提供了一个存在的土壤 也为境外的 就是极端的穆斯林 极端的伊斯兰主义者 也提供了一个合作的机会 就他们可以得到支持 根据申根协议 包括法国在内的欧盟内部大多数成员国之间 人员可以自由来往 一般不受限制 为确保即将于本月底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大会的安全 法国宣布 自11月13号到12月13号期间 展开为期一个月的边境检查 然而不幸的是 就在此次临时边境管制期开始的第一天 法国首都巴黎便遭遇了欧洲史上最严重的恐怖袭击 各方汇总的信息表明 目前巴黎袭击的三名袭击者分别为法国 叙利亚和埃及国籍 希腊方面表示 持叙利亚护照的这名袭击者 是经由希腊进入法国的 英国《每日邮报》的一个调查记者 最近深入土耳其做了一个卧底调查 得出一个惊人的发现 在土耳其可以很轻松地买到全套叙利亚护照 身份卡以及驾照 此前 有黎巴嫩官员曾表示 去往欧洲的每100个叙利亚难民中 就混入了两个伊斯兰国分子 这些伊斯兰国分子拿着这些假护照 以难民身份进入欧洲后 就潜伏下来 随时等待接受任务 事实上 巴黎恐袭事件发生后 各方都普遍批评巴黎的反恐机制漏洞重重 巴黎的治安状况一向饱受诟病 此次袭击更是凸显巴黎在安全保障上的问题 今年7月 法国通过了情报法案 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前提下 这一法案赋予了法国情报部门 在法国互联网安装某种黑盒子 以分析法国人的个人数据 而也正因为涉及个人隐私 在法国社会引起巨大的争论 面对如此害人的恐怖袭击 一向在安全问题上不设防的欧洲 或许将被迫改变风格 牺牲自由换安全 或许将成为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好那么短片看完 继续来连线银刚先生 同时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 郑亮教授也将加入我们的讨论 先来请教银刚先生 那么现在是有评论士认为 巴黎发生的反恐袭击 已经从某种程度证明 现有各国的一个反恐的机制 已经失效了 您怎么看这种评论 这个反恐机制不能说是失效 而是基本无效 为什么这样讲 这是还是刚才谈到的一个 法律的问题 文化的问题 反恐最主要的是 要搞到情报 而不是说把成千上万的警察 拿着枪派到大街上去 那个不叫反恐 那个是镇压街头暴乱是这样 或者说是恐怖分子 恐怖活动已经开展了以后是这样 真正的反恐 最重要的环节 90%以上的力量 应该放在就是这种情报获取上 应该放在对潜在的恐怖分子的行为的监控上面 而欧洲的法律 又不允许对公民实施这样的监控 所以就是如果欧洲不改变这种法律的话 不适应新的反恐形式的话 那么这种恐怖袭击只能是越来越多 接下来请教郑亮先生 那么我们都知道 其实这些恐怖分子是由多个国家 从不同的方向最终进入法国的 那么很多评论认为 可能因为巴黎发生的这个袭击事件 会给现有的深耕制度带来一个挑战 你怎么看这种评论 我觉得这个挑战 现在已经可以有影响 已经可以看出来 因为从GPS法国的右翼这个领导人 他说的这个话里面可以看出来 我们要拿回自己的边界 他其实很明白的指明了一个 就是说比如说欧洲在这个深耕制度国家里面 这个边界是不设法的 那么对曾经历史上来讲 他们建设一个统一共荣繁荣的这样一个欧洲 他们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但是这个同时也在欧洲 给他带来了一个重大的弱点 就是说你在边境上不检查 那么这些潜在的这些恐怖分子 他们可以如如无人之境 可以随时可以从这跑到那 所以这个东西可以看出来 这个不设防的这个边境 宽松的这样一个边境流动 确实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反映了 就是对恐怖分子 潜在的恐怖分子提供了一种变类 那么这个事也反映出 这是我们现在社会的一种天然的这样一种弱点 因为自由流动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 那么既然方便了普通普通大众的这个流动 同时他还能方面恐怖分子的流动 所以说到后续呢 暂时退出或者关闭边境 暂时退出申闻协定 这些可能性都是有的 金刚先生 那么黎巴嫩的官员曾经表示过 现在每前往欧洲的100个难民当中 可能就混有两个恐怖分子 那么在巴黎事件发生以后 欧洲的移民政策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在巴黎恐怖袭击之前 欧洲的移民政策已经开始做了一些收缩 欧洲的移民政策过去是有 这个移民政策是很宽松 但是这次移民的浪潮冲击 它是采取破关的方式 无视海关国境铁丝网的存在 成千上万的人 至少是几百人同时冲击关口 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对每一个进入的人 搞最基本的身份核查 你就根本就不知道他进来的是什么人 叫什么名字 男女的统计都不全面 而根据申根协定的就是 只要进入了老欧洲这个范围之内 他在一天之内 坐一个火车就可以到达其他的国家 也就是说对这些难民的涌入没有好防范 对恐怖分子没有丝毫的防范 我个人判断数以万计的 伊斯兰国的作战人员 或者是同情分子 已经潜入欧洲 欧洲在一连串的恐怖袭击面前 我觉得是基本上处于一种束手无策的状态 处于一种最艰难的时刻 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 全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到了IS的身上 那么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组织 究竟想干什么 足球又是什么呢 从叙利亚到科威特 从突尼斯到俄罗斯 今年IS发动了恐怖袭击令人发指 6月26号 法国 突尼斯和科威特相继遭遇恐怖袭击 造成60多人死亡 200多人受伤 事后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宣称对发生在科威特和突尼斯的袭击事件负责 一天三起的恐怖袭击 让全世界对伊斯兰国绷紧了神经 就在巴黎连环恐袭事件发生前的十多天 10月31号 俄罗斯一架搭载200多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 俄罗斯克基在埃及西奈半岛哈桑纳地区坠毁 无人幸存 伊斯兰国宣称其炸毁了克基 更近的则是11月12号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生两起自杀式爆炸袭击事件 这是该国内战结束25年来 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袭击事件 至少37人死亡 180多人受伤 IS发动的恐怖袭击遍及全球 目标包括酒店 佛寺 神庙 甚至清真寺 11月14号 巴黎恐怖袭击案发生之后 法国总统奥朗德公开表示 IS发动的恐袭是战争行为 IS在推特上发文 说伦敦将是下一个目标 罗马与华盛顿也在截难逃 法国恐怖袭击发生一天后 IS发了一段视频 呼吁无法前往叙利亚参加战争的穆斯林就地发动圣战 恐吓吓他们 让他们睡不着觉 让他们感到害怕和恐惧 武器和汽车都可以利用 即使是毒药 也可以放到真主敌人的水和食物中 杀死他们 吐在他们脸上 用你的车碾过他们 做任何你能做的事情来羞辱他们 因为他们最有应得 IS打着宗教的旗号 行恐怖主义之时 实际的目的是建立一个保守传统的哈利发王国 美国大西洋月刊撰稿人 格雷姆伍德在IS到底要什么一文中指出 IS并不仅仅是一群疯子聚在一起 它是一个宗教团体 有深思熟虑的信仰 IS教徒们认为 对于不信道者和叛教者的惩罚是此行 同时将不信道者 叛教者的范围 无所顾忌地扩大了 并对所有被他们判定为叛教者的人 实施屠杀 在今年俄罗斯对IS实施空袭之后 IS扬言要对俄罗斯进行报复 IS宣称 我们将会通过战争拿下你们的土地 让你们的妻子成为我们的小妾 让你们的孩子成为我们的奴隶 今年三月份 伊斯兰国发布了一段视频 显示一名童子军用枪处决了一名 被指认是以色列间谍的男子 行刑的男孩看起来只有十岁左右 好 那么回到演播室继续来连线 郑亮先生和银刚先生 先请教郑亮先生 那么IS宣称未来伦敦 华盛顿 罗马等等这些主要的西方城市 都会成为下一步攻击的一个目标 那么您分析IS真的有这种能力吗 或者说未来一段时间 IS发动的恐怖袭 会不会成一个上升的趋势 那么IS这个手段 它跟基地组织不一样 它是有一个中部 或者中央的一个指挥系统 它派出一些人 那么有一部分 它是这个当地本土的这个图廊再转 它没有一个完整的组织 也没有长期的可以监测到的这个规划 所以这就给呢 未来的这个监控 或者打击提出了一个挑战 所以我认为IS是非常有能力 而且这种能力是很高 那么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呢 我觉得这个恐怖袭击 呈现上升的状态可能性不大 但是是有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次已经尝到了甜头 所以IS它是希望继续保持这种势头 IS这次高调宣布了 我要进攻你的西方的核心利益 我要进攻到你的中心城市 这个对西方的这些情报机构 或者与人民呢 就是当头一棒 所以它的这个反应肯定会加强 所以说未必就会上升 但是肯定还会有 这个是我的盘的 殷刚先生 那么奥朗德发表的声明 中是说到IS发动的 袭击是一种战争行为 应该怎么来解读奥朗德的声明 战争行为不是个别的恐怖行为 国家宣布了 就意味着对伊斯兰国 这个极端组织 这个没有得到国际承认的 一个实体国家宣战 这就意味着对伊斯兰国的攻击 就是没有界限的 就是不受任何限制的 法国就很可能就投入巨大的力量 在西里亚这个战场上 对伊斯兰国武装实施报复 这样的话会使国际反伊斯兰联盟的作战能力 作战意志都得到极大的增强 由于对法国的同情 各个参战国家之间的协调等等 可能也会得了进一步的提升 郑先生 那么我们说其实伊斯一直以来 无论他干的事 或者是发布的这些视频 应该都是极度血腥的 毫无文明可言 为什么这些东西 还会具有那么强烈的煽动性 这个我认为是这样的 他发布的这些血腥 比如说斩首 野蛮的这种视频 我觉得这个是不具备煽动性 他发布这些视频 他的主要目的 他是具恐吓 他在于一种震慑 那么你刚才提到的 就是说他的这个煽动性 他可能更多的是体现 他当地所谓的一个 哈里巴国家的这样一个生活 或者说是在这一道来 进行这个圣诞的好处 各种各样的诱惑 比如说他发布的视频里面 有这个披萨饼 然后还有当地的这些别墅 游泳池 一些跑车 他通过这个年轻人 进行一种吸引 另外一种可能就是 从目前欧洲他们的研究来看 就是对一些社会边缘群体 那么他们也发 就是发现了好几个步骤 首先在社交媒体上 发现这种潜在的 异受影响的人群 然后对他进行初步的洗脑 把他跟周围的世界割裂 然后对他进行集中的洗脑 然后最后再对他 展现出自己真实的这个一面 或者让他发动袭击 或者让他移民到叙利亚 是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煽动性 更多的还是 他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不是说他发一两个视频 就把人煽动 林先生 IS最终的诉求究竟是什么 他所说的这个哈利法国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度 IS最终的诉求是建立一个 IS的哈利法的国家 他们是试图山寨 一些多年以前 在这个地区存在过的 哈利法国家 所以哈利法国家呢 就是蔑视一切世俗的政权 包括这些阿拉伯的君主 包括像在叙利亚 像在埃及这样存在着的 共和体制的国家 在这个国家里实行 严格的伊斯兰法 显然这是不能被 人类社会所接受的 显然这个是不能包括 广大阿拉伯人在内的 整个伊斯兰世界所接受的 林先生 那么现在各国都已经表示 下一步要严厉的打击2S 那么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下 各国有些什么 行之有效的办法吗 对付伊斯兰国呢 我觉得一方面要加强 全面的不予一律的打击 在战场上 要打击 同时呢 要展开非常艰苦的 没有条条框框 限制的情报搜集工作 就这一方面 另外呢 就是伊斯兰国的这些人 尽管外部给他贴上了 一个极端组织 恐怖主义的标签 但是他们自认为 自己是最纯正的 最正统的 因此就需要 整个伊斯兰社会 行动起来 站出来说话 用他们自己的声音 符合现代要求的 温和的 与时寂静的声音 来重新解释教育 我觉得的话 就是光采取一种打击 而这种意识形态的 理论依据 不加以消除的话 只能是 越打仇恨越多 越打恐怖主义的浪潮 越凶猛 好的 今天非常感谢 两位带来的分析和解读 谢谢 好 那么以上就是 今天新事业节目的 全部内容 如果你想观看 新事业的更多节目 请登陆云视网的 新事业专居 另外也请您关注 新事业的新浪微博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满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